看到身后这些花就知道春天来了 而我们今天不是来找花的 我们是来找这个山坡后边的兔崽公园 公园里有艺术家巴里·弗拉纳根 创作的兔子青铜雕塑 还有16只大型混凝土兔子 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兔子公园 走上楼梯就进入公园了 马上就会看到这只巨型的可爱兔子 我们也来个合影 这个公园的小路其实蛮长的 当你看到一堆小兔子 马上就要去照相之前先停下来 在右边有一个石凳 这个石凳仿照了一些好像书的形状 有一些书名都是大家蛮熟悉的一些书 所以坐在这里照一张相也打个卡 感受一下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息 公园里1.23英里的步道 沿路就是自然湿地保护区 其中的本地耐旱植物 野餐区 旁边的遛口公园和修复后的湿地 都是由景观设计师彼得·沃克设计的 走到公园的最里边了 我们找到了今天的主角 开车这么远就是为了来找他们 有14只小兔子坐在这边 这14只兔子呢 眼睛是不一样 虽然身体都是雪白的 但是呢 浅蓝色的眼睛有5只 粉红色的5只 另外4只就是淡淡的绿色的 这个地方呢 就成为了很多人前来打卡的地方了 三到四英尺高的14只兔子 他们彼此向内地站成了一个圆圈 形成兔子镇 根据当地市民所说 这16只兔子体型巨大 是为了鼓励人们的想象力 当然 他们的制作成本也是巨大的 一共二十二万一千美元 也就是每只兔子 大约一万三千八百美元 来这个公园 除了找小兔子之外呢 我就特别期待有一个玻璃桥 虽然我位高不敢上 但是想象的全是玻璃的 来了之后不是 水泥地面 然后这儿三边有一些玻璃 不过专在这里呢 景观还是很美的 就看到海边 直接可以看到Newport那边的海边的 然后周围的城市景呢 也看得是非常开洋 当你感叹这世界变化快 我也好无奈的时候 或许可以考虑走进公园 去聆听水声 鸟声 风声 闭上眼睛 打开耳朵 让身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